因應高齡化時代來臨 升降及長照輔助需求增加 華連縣政府持續推動相關的政策和方案 要提供給民眾更優良的生活環境 受封鄉一對零性夫妻一年賣 導致行動不便 在過去只要上下樓 都要面臨極大挑戰 在得知縣府有針對輔助補助後 填購了軌道式樓梯升降機 才大大改善原有生活 這套升降機的價格因材質及10座樓層不同 造價10到50萬元不等 目前縣府的補助與全國一致 低收入戶補助8萬元 中低收入戶補助6萬元 而一般戶則有4萬元的補助 我們希望藉由鄉親的施作 我們林先生 林叔叔 林阿姨這邊的這個例子案例 讓花蓮縣的鄉親能夠知道 國家以及地方政府有這個政策 大家可以多多來這個善加的運用 那在明年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能夠擴大補助 補貼的金額 讓大家能夠來使用這個政策 讓這個行的方便 住的安全 讓大家都能夠在花蓮 能夠是一個友善的環境 幸福的社會 縣府統計截至8月底 全縣人口數達315811人 其中身心障礙者有26050人 占人口比例8.2% 希望透過增加補助額度 讓更多人能夠真正使用到輔具 減少照顧者的壓力 也提供生障者更好的居住環境 記者徐立芹首方相報導